我感觉最近久久有点点不一样了 她有点骚 她现在是个骚狗 因为我们两个老师 就是在她面前不分场合地点的亲热 然后每次我俩亲热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旁边臭热闹 她也想上来舔两口 她现在可骚了 该给她找对象 骚狗 你是个小骚狗 和啾啾睡 不行 睡不了分点 啾啾她摸我 刚出现拿水的时候她摸我的 啾啾可爱不可爱 我还以为她是男的 结果她说是女孩子 主要是她真的是有点精准啊 多的也不说了 好了 别舔了 别舔了 你舔我一晚上 哎呦哎呦好了 别蹭了 你发琴了 哎呦 这些老师叫你 你再叫 我吓到了 你别说了 可能吓到刚刚放音乐突然有音乐 他不虽然不是说听到音乐 他现在有的时候莫名其妙有个叫 他说长大了 结果我今天就是有那种 发琴的驱使 你跟九九说不能叫 咱们家的狗就是要叫 他就是不会叫 一点都太乖了 他一点都不会叫 那家的狗都不爱叫 就跟你们一样 我平常很爱叫 我叫得很好听 我会每生 什么样的人就养什么样狗 因为我叫得很好听 我老公也很喜欢我叫 他觉得我叫得很好 九九九老师看我们 有一次我们亲嘴的时候他都会看 对啊 有时候我们两个没关门 有时候两个没关门 然后他一直看着我们 然后 然后有时候 别说那个啊 别说太详细了 我的号 有时候家里有 有因为他比较 他有时候 声音比较 他有时候练声 对 我有时候练美声 对 练美声的时候九九跟着叫 对没错啊 啊 的时候 那九点下也哦哦哦 很厉害 九九啊 能不能自己去我 晚一会你别烦我 行不行 能不能别烦咱俩 就刚才姿势 昨天咱那给你一个姿势 吓人 你是不是发情了呀 就是 啊 你看他一直要往我脸上凑 他很喜欢踩在我身上 我每次去我就跟他就是玩闹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爬在我身上来踩我 没事没事 爬你身上 爬你 爬到你身上 爬到我身上 然后舔我 没关系 舔我脸 这什么行为啊 这什么行为 可能随我吧 可能随我 可能看到太多次 我爬到你身上去 哈哈哈哈 就今天我们下楼健身完之后 然后上来 刘聪今天又穿了一个黑背心 然后就是散发着一股 青春澎湃的 哦这个 青春澎湃的朝阳气息 他又躺 又躺在后面的沙发上玩手机 又不知简点的在我面前 坦声 坦声露露 我没有坦声露露 肯定没有 那不可能露 那个黑背心就是会露 是你自己剥开的 而且每次我们在这里就是 互相玩手机的时候 他就会看着我们 我们昨天亲着亲着 在沙发上亲着亲着 久久毛在我们嘴上 我们两个 噗一噗一噗一 对 还有的时候晚上 声音比较大的时候 他会一直挠门 我们把门反锁了 他会站着挠门 就咱们练美声 声音比较大的时候 一直在挠门 对啊 他很喜欢看 他想老是喜欢看我们两个人的亲嘴 对我们俩只要一亲嘴 他就一直盯着看 一直看着 看着看 他真的眼睛在看 然后亲着亲着他也要过来亲 他也把脸凑过来昨天 所以我们亲着亲着他也把脸凑过来 不懂 怎么了 你说他看不看得懂 懂吗 然后他天天 我们两个干点正事 他就在那叫 一直在叫 就一直在叫 不知道叫什么 他可能觉得我在受欺负吧 就是叫得比较大声的时候 啾啾就在门口挠门 如果说我们门没有锁紧 他 他就是闯进来的话 他就会对 他就一直哄 一直叫 一直叫一直在叫 然后我就说 给我叫大声点 啾啾啾啾 然后你不懂 我没叫他 我都没有跟啾啾说话 然后他就一直在叫 可不美妙影响发挥 没有啊 我觉得他每次进来的时候 你也没被影响到 照样态度 你在说什么呀 我觉得没有 他给九九找个对象 哎呀 不让他说爱情的苦 我们两个生知爱情有多苦 给九九找个对象哭死他 哈哈 他现在每天这么活跃 很开心 到时候给他谈恋爱 他每天 他每天就茶不思饭不想的 像当年的我一样 活着都没动力了呀 他真的给九九弄的 每天都不活跃了 天天就爬在那个 那个狗窝里面 你想他的那个 对啊 想他的男狗 天想他男狗 他真的不在那边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